前兩天我們已經請第三方的公證專業 以及學者專家們都來做好重新的一個評估 那在評估的檢視的過程當中 從喬河站到我們的板心站 總共有11次嚴重受審 11次受審 這11次受審裡面有7次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要花一段時間來做修復 那根據專家學者還有我們所有的技師公會大家的一個評估 在整個修復期間預估大概會一年以上 我們不但要備料以外還有修復的供給 所以時間會比較長 會給我們市民朋友在搭乘環狀線帶來很大的困難 但是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在安全無疑底下能夠讓環狀線盡速地被護通車